袁立在2000年出演青庄剧《别齿》《童牙记小兰》 剧中饰演杜小月一角而广受关注 近几年新人辈出 她却没了踪影 今年参演了这家卫视推出的演员的诞生节目 却被节目简称《神经病》 弄得袁立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提起袁立 她在电视剧中塑造个性十足的原理 不愿重复角色 因此为观众奉献上不同类型 不同风格的人物形象 而被观众说之和喜爱 是中国内地女演员中演技较为出色的一位 颇具《大清衣》的趣旨 在情感上她有过两段婚姻 她的第一段婚姻是与赵领结婚 结婚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离婚了 在2011年7月 袁立与外国林伯文相识 之后两人开始交往 不久之后 袁立与林伯文携手走进了北京的一所古典教堂 进行婚礼 婚礼上 袁立与外籍老公不断入吻 在众人前大秀恩爱 袁立与丈夫林伯文相识四个月就审婚 令外界炸舌 节目中 袁立畅谈了与丈夫林伯文的这段跨国婚姻 对于外界传言她已经与林伯文离婚的消息 袁立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让提问的金星去问那佛文 随后 金星又问 你老公曾在微博上 兴奋地晒他要当爸爸 可后来又不了了之 直到现在也没动静 袁立非常浅脆直接地答道 我现在动乱了 那个孩子流产了 纵观袁立的情史颇为复杂 但幸福也始终短暂 令人扼吻遗憾 显然袁立流产是导致婚姻破裂的一个导火索 由于文化观念的差异 外国男人在夫妻间相处中都会表现的与中国男人有很大不同 中国男人比较容易顺住妻子 而外国人则相对比较独立 在众多的明星中 袁立更像是个另类 这些年不接演出 不出演电视剧 唯一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就是 杜晓月 要问她的初心在呢 有一篇文章是这么说的 她再也不会饰演伸手观众喜爱的杜晓月 但在荧幕之下 她再努力成为一个更加可敬可爱的人 现在的袁立只醉心于公益 她不同于那些装装样子的大明星 袁立做公益都是亲自上阵 毫无怨言地跪下为老人洗脚 30多度的气温 袁立带个草帽 素颜上阵 在偏远的农村里认真地为臣废病农民登记资料 一个工人在医院里不行了 园里不怕脏不怕累 任由工人虚弱地依靠 在自己的肩膀上 她为了能让老人舒服点 常常是蹲在老人的面前 自己养住头耐心地和老人交流 很多人问袁立 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回答是 不要致敬 因为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 我只是尽点一个基督徒 应该做的本分 因为上帝爱是人 我们当然不能以公益付出的多少 去衡量一个明星 到底是不是真的用心 其实只要有这份心就好了 无论多少 都是好的 近日袁立参加演员的诞生 耿耿于怀的袁立 还被节目组限制了说话的权利 无奈 袁立在社交平台道出了事实 节目组的后期剪辑 将袁立剪辑成一个精神病 袁立也为此大为能够 袁立解释到 表演结束以后的采访 剪得乱七八糟 话都是乱贴的 导师们的表情也是乱接的 直言要浙江卫视给一个解释 并要求将为剪辑的视频公布出来 但浙江卫视却迟迟未有回应 其实袁立要的要求很简单 我只要一个说法 这是剪辑了 他还说 我可以原谅所有人的 但是 欺负人 侮辱人 抹黑人 真的不可以这么理直气壮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 原谅